我去廖群玉安泽家 骨瘦如柴 讲话没有力气 这就是志工口中的廖群玉 罹患骨质疏松症与脊椎侧弯 导致他的胸骨压到肺部 无法正常呼吸 需要依靠氧气机 刺激血浪分会及时援助 廖群玉还有甲状腺肿脏 但身体状况导致不能斗手术 需要靠吃马肺止痛 胜功能衰竭也让他需要长期洗肾 理解丈夫账户的困扰 此季每月补助生活费 志工也送上电动轮椅减轻负担 每当廖群玉需要去医院 此季之工就会安排时间陪伴 为不安英语和马来语的他们了解病况 就辞职了两个师姐带我来医院 问了情形医生说的情形 跟着帮我说 就知道情形怎么样 变成就好些 没有他们就难些 很辛苦 看得出很辛苦的 每次去看医生都是蛮辛苦一下的 不是容易熬过来 看他身体的情况 其实他是蛮坚强的 所以非常佩服他 我很感谢慈激的人帮我很多 慈激之工长期用程与情陪伴 送上温暖与祝福 解开他们心灵的枷锁 在新闻正上美之工张志亮 马来西亚报导 команд志进攻中国 祝福 旦 换 年